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搞了特搜 你该知道的关键字 高宏安二审 在这个流量当道的时代 就连政治人物也可求关注 有人选择蹭流行动画 小八 有人则是靠讲话幽默 但真正的流量鬼才 不用宣传也会有人来蹭 平职中的新竹市长高宏安 选前有柯建明献计声量 选后靠助理费案维持版面 高宏安当立法委员期间 遭法院认定低薪高报 诈领助理费十一万六千五百一十四元 一审判刑七年四个月 昨天二审第一次开庭 好久不见的高宏安亲自出庭 土城找安先找到了阿贝 检察官跟高宏安唯一的共识 就是一审的判决很烂 于是两边都提出上诉 高宏安在二审表示 一审认定他贪污十一万多 但一毛钱都没有进他的口袋 而且他还为了聘雇助理 实际上倒贴了三十二万多 因此坚持主张自己无罪 另一边检察官则认为 高宏安的犯罪所得 不是一审算的十一万 而是将近五十多万 前一审判刑七年四个月量刑过清 镜头转到本案的代表性人物 一审法院认定诈零四百六十六元 遭判刑两年缓刑五年的 时任公关主任王玉文 昨天也一起来参加上诉 法庭外面不仅有媒体簇拥 还有支持者跟抗议者齐聚一堂 被停职后消失将近四个月 安安的粉丝依旧充满行动力 但有时候黑粉比一般粉丝更狂热 媒体可能会打着独家报导的大旗 一路默默的当背后铃 日审开庭结束 高宏安迅速搭上继承车离开 独家直击他的一日行程 高宏安搭小黄一路直奔大安区 突然第三人出现了 背影神似男友李中亭的男子 加入聚会一起吃沙拉 离开时没叫小黄 而是搭上这辆百万名车 叫车停等红灯停在机车停等区 明显违规 接着他们一路上国道 从台北回到新竹 我觉得好像有在跟撞我们 哎哟 是你太敏感了啦 诶 这样会不会太变态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Surfshark上次游户节 你游戏真的好了吗 打开网站发现 好多店家买的商品 手家会随不通过家里去 而有差异 Netflix Disney Plus 主播顶房旅行 就靠Surfshark VPN 打破价格分歧 全球超过三千台四伏击 切换失去 提早抢购游戏 隐藏 IP 围着放着地 都是攻击 获得寻找更多折扣的乐趣 还有Surfshark Antiviral做到恶意软体 定期更新 避免恶意病毒间隙 创建许你身份就用 耗杂担人FID 浏览网站 不许透露个人讯息 Surfshark Search不留下任何数码痕迹 挑拨演算 获得最真实的搜寻 Surfshark Alert 守护你的个人ID 在隐私外写实 活得及时情绪 Surfshark双十一 Surfshark双十一 点击下方咨询蓝链接 即刻上有喇叭专属优惠 单身贵族也要疯狂 网购shopping Surfshark双十一 Surfshark双十一 订阅额外再送四个月免费 输入Surfshark 点空谢谢 Oh my goods 打麦特麦就让Surfshark爸爸陪你 刘德华演唱会 小时候打开电影台 不是看到周星驰 就是在重播刘德华的电影 有时候还会一次看到两个人 知名香港演员与歌手 乐坛四大天王之一 天王刘德华回为十一年来台开唱 上周四首场演唱会遭遇墙台 原本要无畏风雨照常举办 却突然遭北杰以安全考量 临时取消演出 许多歌迷都已经到场才收到消息 再小去但难过崩溃痛哭 随后主办方宣布改到周六 相当于要在三天内连唱四场 华仔63岁依然身强体贱 然而在台湾开演唱会 却出现台湾价值不足的歌曲 又不小心挑拨到了政坛 部分绿营的明感神经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一川 社群添出演唱会片段 吉岩这首歌根本没听过 还打算舞台设计非常非常中国 吉正难道是在对岸办的演唱会吗 但那批网友却不买单 干你提示 虽然我也没听过这首歌 但没听过不代表布宏叶 有粉丝留言反呛王一川 刘德华每次演唱会都会唱这首歌 无独有偶民进党王克立伟 王定宇也发文痛听华仔 强台来习应要扮演唱会 这不叫崇粉叫崇康粉 刘德华在香港反送中 鼓励威胁台湾等议题上 都站在媚共的立场 还担任过中国电影加协会副主席 虽然台湾依法让他举办演唱会 但是并不值得去看上一眼 今天很像是吗 刘德华先生清查并没有伤害台湾的言论 所以我们还是依照既定的程序来同意 我认为不应该解题发挥 甚至欢迎这些非常不容易邀请到 世界各地 令台湾民众非常喜爱的歌手 原来在台湾唱中国人就是统战 SHA合体付出要小心了 不能唱好聪明的中国人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 周杰伦下个月大巨蛋开唱 也要把中国风的歌都删掉 不然就是媚共协同认知作战 然而还是有人不懂 绿营双亡的用心良苦 导演邱林宽直接在房客的留言区开呛 你他妈是杜恨人家 长得比你帅比你有才华 就输你不会劈腿 你才该滚回去耍你的政治宝 舔你的绿屁眼 少在那找优质艺人说是 我呸呸呸 在台湾 不管你喜欢刘德华 或者你要批评刘德华 都是自由的 每个人都可以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他可以选择他要唱的歌 反光声援刘德华的中国 请问一下光辉岁月可不可以唱 请问一下海阔天空可不可以唱 惹怒华嫂和刘太太不够 还要拿笔样来当党建台 然而邓紫棋八月在澳门演唱会 才翻唱过海阔天空 笔样吉他手黄冠中 也多次演唱过这些经典歌曲 况且刘德华本来就是香港人 中国人这首歌 是庆祝香港违归中国而发行 华仔过去在八八风灾和921地震 都曾帮助台湾募款出钱出力 比某些只贵嘴炮的政客 对台湾更有贡献多了 想我吗 想死你了 我会因为你们我变得更好 别回去啊 我也希望你们会因为我变得更好 嘿青年人要努力 西班牙洪灾 就算台湾已经进入秋季 台风却还是一个接一个报道 幸好鉴于过去的风灾经验 台湾人早已熟悉如何防台 然而远在伊比利半岛的西班牙 可就没有这么好过了 东南部的瓦伦西亚地区 上周二遭遇到严重暴雨 位于郊区的齐瓦镇 在八小时内降雨491毫米 台湾人听起来好像还好 但这已经是当地 约一整年的降雨亮了 庞大降雨造成山洪爆发 洪水冲毁桥梁与建筑物 道路上的汽车堆叠在一起 成为西班牙近3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 我女人和我都已经移民了 我现在也去逃亡 这是在外面的小时内 以后来在四瓦领 人家都在眼前看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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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生死了 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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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在哪里 那些人 有很多人 知不知道 这些人 所以 我可以祝福 因为我生死了 本次洪灾的罪难人数 目前已知至少有217人 还有超过1900人失踪 昨日西班牙国王费力佩六世 在瓦伦西亚自治区主席 与总理桑切斯佩同下 带着王后来到灾区巡视 迎接他们的除了愤怒的灾民 还有满天的脏话与烂泥巴 主席和总理一看状况不对 脚底抹油赶紧先行开溜 留下没有政治实权的国王与王后 安抚灾民帮总理坦下这波 但徒步走路还是太危险了 看来需要配一台云豹装甲车 造成西班牙暴雨的原因是受到当地孤立高空低气压的影响 秋季向南移动的冷空气经过温暖潮湿的地中海 导致热空气急速上升停留在高空而产生降雨 这种现象在秋季最常发生 Well the trough was cut off here just now over Spain The same thing happens in California But to the east of California there isn't a Mediterranean sea There is a desert So we don't diss this type of flow 但撇除掉自然因素 灾民们更无法容忍的是政府慢半拍的应对方式 西班牙气象局在前几天就警告南部将有严重降雨 虽然也曾在10月29当天早上发布红色警报提醒民众 却没有提供任何应对指示 更夸张的是瓦伦西亚当地政府 直到当天晚上8点才向居民发布洪水警报 此时许多人的家早已没入水中 加上后续归宿的救援行动 才让灾民的怒气如此高昂 百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随时掌握最新动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